我們今天去市政府發責的處 我們的小報名處長 因為請教去主持到市府的健康匯 由我們專務委員 主水林 主專委來代理 我們最好的議定是市政總結束 每人結束的時間五十分鐘 議員結束的順序 由到副王全議員 吳統領議員 劉政總議員 首先我們就請副王全議員來結束 時間五十分鐘 我們的公務局長 書局長 好 到了 好 來 蔡議員請 謝謝 謝謝 議長 市長 還有我們市府團隊 大家很早 各位台南區市民 大家很早 今天是我的議會總結束的時間 一方 我們都非常珍惜 也非常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讓所有的各局處首長 還有在我們劉市長率領之下 可以共同在這裡做一個探討 含著一個公共政策的大家互相的交流 這對我來說 對市民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那麼 當然這是我們的封面 今天的封面 但不是今天的主題 這是我用的一個相片 那是我在臨申路會刊的一個照片 不過這也簡單說一下 這本來是一個很小的東西 但是因為水利局的橫向不夠 後來發掘是水利局 為了要排水 只做一個這個出來 做成民眾的受傷 那麼民眾可對市民 這個服務中心的去陳情 結果到尾了 總算有一個協調 都出來協調 證明是水利局橫向聯繫不夠 他並沒有馬上通知交通局 跟公務局造成了民眾的受損 這個簡單提一下 不過水利局也知道這件事情了 也在做一個改進 來 我們往下 下一頁 我想這個人說人在做天在看 我想人在做八星都看得到 我特別在這裡我想 市長也非常了解 知道我 也就是說 就是我在市長擔任第一年的時候 我就當市黨部主委 那麼我跟其他人的期許一直很不一樣 那麼 常常就是我當時的定 把自己定位成 我寧願當一隻灰鴨或是烏鴨 那麼為什麼呢 我覺得說 這個很多事情 當執政的時候 旁邊的人都會幫你 幫你搬 幫你學樂 甚至包圍 我不是說市長 我是說很多的人 只要上了高位之後 其他的基層的聲音 有時候很難聽得到 所以我寧願扮演一個大家不喜歡的角色 所以我常跟市長做一些建言 那麼可能也會被人家誤會說 我也是很希望說台灣是越來越好 那我在這裡修身 也特別感謝市長 就是說 我簡單列舉幾樣 列舉幾樣 這都是我總之孫的時候 我跟市長做出的 我在這裡跟市民報告 很多東西 這個都有紀錄的 他說 絕對不會因為說 我一直扮演這個比較黨內 比如說比較建議或是批判的角色 然後市長就不要插握 並沒有那個事情 我也是要感謝你 我第一次這孫的時候 我是說到治水的問題 治風池 馬上這個 現在已經帶就好了 而且也發揮它相當的功能 那是我第一次總之孫的時候 之後我提出國際多功能會展中心 因為高雄已經開 那時候要完成了 我們又沒有東西 後來養著媽媽想去盡處 當時後來 我們雖然沒有小巨蛋 東區沒有 但是我支持 為什麼 因為原本的就職 是不適合蓋這種商業型的巨蛋 所以我們把它融入到多功能會展中心 然後取得一個城鄉的一個平衡 就是只要在大台南能夠帶動整體的發展 這是全方位的 所以我們全力的支持 經費也都下來 現在都已經開始看到眉目了 這都是建設 這都是我在這個議會殿堂 我跟市長建議 那麼陸陸續續我們都看得到 又包括台南公園的百花劇 當然這是我替這個生態環保團體的建言 就是因為當時台南公園已經 為了這個百花劇的觀光 那個土壇都打得熟了 整個然後又加上那些花 可能會帶進來一些病毒 讓這些老樹生病的疑慮 那後來市長也能夠從善如流 把它做一個調整 我在這裡也感謝市長 我這都是我親自跟市長這樣建議 所以說有的說 我們這順 並不是說一定要罵 一定要修理 叫做這順 有時候做到的 我們來講俄樂 包括十二年國教 市長都還記得 當初在 剛出來的時候 叫妹到要死 妹到要死 那我提出很多的數據 有些的部分 怎麼怎麼怎麼調整 其實我的意見也是來自 基層的校長 跟基層的老師給我歡迎 那市長聽了有得理 我記得買了市長 是馬上自己主持 親自下去主持會議 才調整到目前 比較能夠不會造成 更大衝擊的一個版本 另外空屋找回來 就是因為形態不同 東方人喜歡有土屍有財 大家也知道 但是在英國在別的國家 其實他們是以豬屋為主體 它不會形成炒作 那也不會成為攻擊的失衡 我們一直希望這樣 但是可能難做得到 那日本也做得到這樣 但是日本是因為 經過一個泡沫 房式的泡沫 受到的衝擊 以後大家為了省錢 才開始造出 但是我不希望台灣 走到那個程度說 一定要經過很嚴重的泡沫 大家不得不去用造出的方式 這是不對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未雨綜繆 所以那時候我在建議 以後我們的都發局也開始 往這個租屋平台去做處理 我們希望可以繼續更爽 越多把這個建議的租屋平台 讓它發揮功能 我相信對金閣的市長都是加分的 那麼再來就是 我在這裡特別要感謝 感謝市長 感謝陳局長 教育局局長 局長 為什麼特別針對 這個後北寮的育文國小 因為它是一所新的學校 那麼我們現在少子化 所以當初要設育文國小的時候 是經過一波三折 那時候的國民黨執政的教育部 不給我們設 為什麼 你說你少子化 那我人家在起心 好好 但是他不知道 我們東區的形態 確實它的文教人口 真的你不再增加 學校是不行 你會讓其他學校暴漲 那變成失去品質 也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當初 這個整個育文國小 市政府的全預算 它沒有用到中央任何一毛錢的補助 它一個階段一個階段走過來 那麼一直到最後 總是在畢業典禮 總是在下雨的時候 學生沒有地方用 我們很需要一個 一個類似多功能的一個校舍 或是活動中心 中生我是透過教育小組 然後一直在繼續跟市長 局長爭取 那這是最後一塊拼圖 那我這邊也感謝 我自己也是榮譽會長 我也感謝市長跟局長的支持 這個為了教育 我在這裡也代表這個 這個 我們後衛寮這邊的家長 跟市長做個道謝 謝謝 再來東三國中 這不是我的選區 但是 但是當時 因為我自己也兼任 這個跆拳道的主委 我在台北 我也是兩大 所以說 所以我接任 這個跆拳道主委之後 東三國中 他們跟我建議說 他們那是要成立體育班 那那個地方是剛好 位在偏遠鄉鎮 跟市區的交界 它的條件適合 可是增加體育班 會增加經費 所以這個部分 也完成了 那我也感謝局長的支持 表示說 我們還是為了教育 為了各方面的平衡發展 我們不會去偏重 不會去偏廢 這個城鄉 那麼 也會注意到城鄉的心聲 這都是我 清楚 已經 有成果 所以我在這裡 我借這個機會 把市長和局長 設施 要討論一下 這本來就是這樣 這個 當然未來還有上代努力的 這是包括 我等一下會說到的 這個 玉玉溪 淹水 治理 這條路已經變一條K 每一條路就變成K 我等一下還會秀出一張照片 這次美濟颱風的時候 淹水的時候 湧到的這條路 真的有這條路 你知道嗎 從隔壁的三葉公司 游過來 那就是南北的快速道路 其實我真的還是 再次的 建議市長 如果冷的話 我們先把中央建議 我們台南市 需要一個南北向快速道路 台南市專用 貫穿 新營 後壁新營 然後到這個 歸人高鐵站 整個貫穿 變成我們專用 那一方面也可以 也可以這個 不會讓市民去 為了市區的利用 道路使用 然後去用到高速公路 造成高速公路的負荷增加 這樣的話以後 我相信任何誰 來到我們台南 來到這裡都會怕 因為怕畢形停車場 因為負載過大 所以我還是拜 拜託市長能夠 緊迫中央可以做一個景色 再來就是 我簡單提一下 地價稅跟房屋稅 我的見解 最近引起很大的一個討論 那這個 無論誰對誰錯 我在議會公開支持過 我在議會也公開支持過 政府課稅 政府經費 這個我們都應該支持 你要建設 哪有可能沒金費 那麼 那麼地價稅 我曾經聽過 賴市長有跟我們董事 改稅過 地價稅是去年的行政院 行政院要求各地方政府 說你們要減退 而且減退 市場要多少以上 所以莫名其妙 各縣市出來的 地價稅幾乎 百分之三十以上 所以近我們的市場 所以現在的中央政府 應該針對這個部分 那既然是去年 你們行政院 也不是我們市場 但是現在我們市場 我們應該立即 可以變更這個政策 或許由中央統一 把各縣市政府說 好 這個我們搭下來 中央搭下來 不需要你們調整到這麼高 你們量力而為 甚至調降也沒有關係 以免引起那麼大的爭議 為了要課這些稅 然後讓人家操作民粹 讓別的政黨 這樣把我們抹黑 我們也看得很艱苦 再來就是 特別針對房屋稅的部分 我知道我們台南市 是分階段調整 那麼也很久沒調過 那麼只要是我們執政團隊的政策 原則上我一定是支持 但是我都會提一點的淡書 也就是說 我一再強調的 課稅 或者是說 需要經費 或者是說 政府依法行政應該要做的事情 該做的 只要適當 比例原則符合 我們應該都要集齊 但現在這個地方 遇到一個問題 我之前一直提的 就是 30年來 行政態度跟立法態度 因為司法官大法跟會議界 是363號 應該369 就是他已經很明確的講出 這個法律的衝突 房屋稅可以課稅 土地稅說可以不用課 但是要求說你們趕快修法 結果到現在沒有人去插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過去二三十年來 我們台灣的總控就是 沒有人為了人民在想這些問題 可以把你們放在那裡三十年 到現在產生爭議了 要說我覺得應該同步進行 你這個調稅的過程 當然我當然是希望 我希望說能夠再思考一下 就是分階段 再給他分階段 不要一口氣增加這麼大的一個負擔 因為我們看的是蠻擔心的 你想 當然全面的減稅也不見得是正確的做法 也搞不好也是一種相怨的做法 但是 人民很有感 你想最近的川普動選 川普第一件事全面減稅 馬上打前朝政府一巴掌 對不對 自己的薪水不領 領一塊美金 人家說他有錢 但是多少的政治人物上去之後 會真的把你自己 我說雞材錢 錢沒人會嚴重 那這樣子川普 我們就要對他另眼看待了對不對 人就做得到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這個爭議 這我希望說是我們的相關單位 是法務處這個地方 能夠跟行政院趕快建議 立法趕快請立法院 法律衝突的部分 能夠進行去做討論 同步進行 那至於說調整這個稅的這個 是不是真的要到 逐年到最後第三年 是百分之八十一 八十幾 這個部分當然 我跟很多議會的同事 是一再的希望市長 這邊能夠 能夠 能夠 再調降一點 調降一點 望增加現在大家很多負擔 因為我是很煩惱 現在台灣的經濟 真的台灣現在經濟 不是面臨到通貨 這個膨脹 是在緊縮的邊緣 緊縮的邊緣 大家都不花錢 怕 有的不是沒錢 有的是有錢 還是沒要花 大家都怕 越來越保守 越來越保守 整個緊繃到最後 產業蕭條 要求是很難求的 所以一個大有為的政府 這個時候就是應該要怎麼 把這個氛圍創造出來 讓大家活絡起來 讓各行各業都活絡起來 但是我看不到這樣的行政院 當然這個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要檢討 但是我們是真的很高的期待 再來最後這是簡單的 但是簡單的就是要再等 這個中華東路 因為剛才住在南胖 剛才住在平時營區 要讓它完成 所以才需要做路平 因為這個地方 百姓已經在這邊十年 這個整個道路都是波浪性的 是波浪性 那後來我拜託公務局說 不然你現在沒辦法做 不然你也一個快車道 拋除重鋪一下 才勉強平一點 因為考慮到經濟成本 所以必須要擔平時營區 那些路線規劃完 這個我都知道 所以我們都能諒解 但是也差不多 所以我們希望公務局趕快 這個國平營成 對面這一段 這一段的路平 趕快 那這個後衛寮的預信路 是四線道 是後衛寮的主線道 它也是一樣 從重壞以來到現在 從來沒有重鋪過 也是坎坷不平 安全島破舊不堪 這個部分我也希望公務局 能夠幫忙 最後一點 再加最後一點的建議 就是每次的種植詢 我都會跟市長建議 我們是一個文化古都 那麼就是說 我也特別對音樂部分 特別的關心 我知道市長也很重視 常在音樂場 常看到市長都會親自參與 但是我們一直有一個遺憾 就是說我們沒有自己真正 能夠讓我私立加上樂團 但是他們都很辛苦 大家都知道 我們為了節省開支 可能就是用團練會的方式 可能一年預算 可能編個幾百萬 很多 但是高雄市 台中市 台北市 他們 成立自己的私立交響樂團 是直接的 他們就是直接用私預算 一編列就是一億兩億 那麼他 除了能夠讓當地的音樂家 歸國回來的音樂家 能夠深耕留在當地 不用去白的山市 去到白的地方 很可憐 能夠把他們人才留在當地 另外他也可以代表城市去做城市外交 去做表演 其實他效應是非常的大 但是這是要經營 因為一旦決定下去之後 我也知道 一年編個一億 還是民工一億 一年編個五千萬 累積八年也不少錢 但是文化的東西 我是覺得說 很多硬體的建設 那慢慢快就行了 但是暖實力文化的東西 該開的錢還是要開 我們不求多 希望市長能夠在 如果在經費考量許可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從 比如說編個一兩千萬 然後招募 這個正式的管弦樂團 給他們經費 然後成為一個台南市 真正自己的私立交往樂團 那甚至跟他們也可以要求音樂家 能夠下鄉到偏遠的鄉鎮 跟孩子們一起 像我們臨造量一樣 可以真正去關懷弱勢的這些孩子 能夠讓這些孩子也能夠接觸到音樂 這是一個期待 所以我再次的跟市長做個建議 那麼來下一頁 因為時間也很悠閒 現在說到我今天的主題 這個是上次我質詢的時候 這幾集是六月七號 六月七號離現在已經半年了 我半年前我在這個地方 我當初我看到林全說 台電跟你說這個電不夠 要重啟核能 你就真的要考慮重啟核能 我怕一頂 我說怎麼會有這樣的行政院長 跟官員那麼會說怎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這跟民進黨長期來 堅持非核家園的理念完全衝突 第二 你為什麼下面的官僚給你建議這樣 你就真正這樣說 表示他的判斷力不夠 所以當初基於很簡單的 我覺得我看到我們的林全院長 在這方面的經驗是不夠的 不是說他人不好 他人也很認真 我看他做到 嫌到老爛 頭髒落到要存不穩 我覺得一年前 林全院長頭髒又很漂亮 現在落到要存不穩 我們看來說 何必這麼辛苦 何必這麼辛苦 所以半年過去證明 我來判斷應該八九不離死 真的是不是很適任 我們是真的為曉雲很擔心 長長三條線 來下一頁 所以 這個六個要件 這是我 我本是自己想出來 這沒去跟人抄襲 這是我自己想出來 你要擔任一個領導者 這幾個要件 你如果沒有 真的不用去坐圍 你更認真 更努力 類死三軍 類死三軍 如果你要做一個行政院長 我覺得 第一 理念 你要政治信仰 你要有理念 有人 APEC 手冊上面給你印台灣 已經承認你是台灣人 你還自己自我貶價說 我是Chinese 台北 還有一種事情 如果下一次的東京奧運 人日本要承認台灣說 你們可以用台灣的名義 參加奧運 你就臨權敢打贏 所以不敢打贏 這樣我們選一個民進黨 來執政是要做什麼 在從政上 沒有相當 堅定的理念 這個在 我們 這是一個 可以說 你來這裡 是在做官 還是在做什麼 這是我沒辦法認同的 所以 從政的理念是非常的重要 不關階段性的 你不是階段性的妥協 還是階段性的達到 我們不管 但是你在過程上 讓我們看不到 你從政的理念嘛 非核家園 台灣 各方面 不然外國 媒體給我們 我們用的人都是老男男 不一定是說 國民黨就沒有人才 國民黨的人才能夠為人民所用 我們就給他用 我們也用 但是問題是用 盡管的性格了 半年過 不但沒有成果 而且我 我感覺是 會對各 各部會首長 都不斷在那裡放會 放會 這個 林權變成救火隊 在那裡救火 旁邊的幕僚 官僚還會 拿一湯油 讓你去救火 越燙越旺了 問題越燒越大 從最近的危機處理 我大概自己歸納出 個人本席 整理出六大特點 理念 專業 危機處理 獲利 經驗 政治判斷 來檢驗 來檢驗 雖然這邊是 地方的議會殿堂 但是 我們是民進黨 之前 中央地方 是有連貫性 非常直接的 大家對中央有期待 對地方 也有高度的期待 危機處理能力 最近的 華航 大家也知道 不是華航 從上次的華航 到現在 從淘寂淹水的事件 一直到最近的 這個復興航空 民航局交通部 都是狀況外 這個 一點都不意外 真的一點都不意外 我們真的是三條線 危機處理能力 真的是不夠 破利命力也不夠 在那邊 國民黨的理會 給你賣 給你賣 不知道要怎麼歡迎 我們看到實在很難 專業度 財經內可嗎 我認為也不屬財經 他過去主計出身 或許當過財政局長 但是在行政院長這個位置 是高度決策 高度政治 高度判斷的一個位置 你在這方面的 這個專業的判斷 是非常的重要 可是你用的人 比如說 那個經濟部長 李世光是光電教授 他又不懂經濟 去做經濟部長 我也看得慘了 這專業的部分 用人是很有問題 那政治判斷這個不用說 政治判斷 可能我們大概 給他打個59分 我是從基層的聲音 來看我們民進黨的執政團隊 那經驗 經驗不足 民進黨有很多 很有經驗的人才 那他們從基層 透過立委 透過市長 首長 各方面的理念 這就是一個 人民在部的 這個人材 很好的一個歷程 這些人非常的多 舉凡包括我們賴市長 甚至包括我們蘇縣長 許天才市長 都是很好的人材 但其實我們看不到 這個內閣有什麼說 我們要去啟用民進黨 藏起來一些好的人才 不是完全看得到 人才沒有擺對位置 所以 行政運展要必備的條件 林權 可能沒有幾樣 好不好 我認為六樣都不夠 都不夠 但是 你這個時候 我還是沒有變 半年前我的主張 跟半年後的主張 依然沒變 只是我這次提出新的東西 新的判斷 不是說要救民調 民調只是一個參考依據 但是 民調太低的話 那個不管是哪個媒體做的民調 都是差不多 民調越低 你再做一樣政策的推動 你出師無名 你的支持度就不夠 好好的一個政策 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就不去了 失敗 你說它重要 你說不重要嗎 也很重要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希望說 六星級的賴市長 要挺身而出 這個 這個 幫我們小英總統分憂 幫人民解牢 我在這裡這樣 這樣建議 我自己也是長期的 從政的民進黨的公子 那我也不斷的利用很多的管道 包括各種的聲音 能夠讓中央聽得見 我們今天要為台灣想 為百姓想 這些特質 林權都不適當嘛 那 是不是應該考慮 那當然 這是我的建議 但是 我們如果做這個好 表演好 本來就是要去拿台灣 成田這個職人 當然那個 賴市長 也有賴市長的規劃 或是說可能也比較客氣 但是 我們基層的想法 其實這也是我在基層 很多聽到的百姓 對我的 這個 他們也會跟我做充分的討論 很多人很期待 很多人很期待 我們不是沒有給這個林權時間 都有給他時間 半年過 半年過 一百天 半年過 所以我最後 我最後 這個 用這個馬其為理 馬其為理 在一本書《君王論》裡面 講了兩個論點 來驗證 真的林權 我們的行政院長 應該要給亂人 這個題目 還是那個 一百年的時候 國安國家考試的一種考題 我們公務人員還考題 考這一題 他說 只要人性不變 同樣的歷史會再度發生 只要人性不變 同樣的歷史會再度發生 也就是說 只要我們這個人性不變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來告我們民進黨執政 一樣會發生 你要怎樣 你如果用人不對的時候 你在用這些的救官僚 過去執政已經不利 你在啟用這些政務官 事務官變政務官 你不是自己在搶搜尋 還是自己在製造麻煩 他們的思考不會改變 救官僚他 不是說一件好 如果一件壞 救官僚他是很保守 他不會去自己打臉 那最後就是獅子與狐狸 這個是很有名的論述 就是說 真正的一個領導人 要具備獅子的勇猛 阿哥 狐狸的 我不要說狡詐 應該是狐狸的聰明 對不對 能不能兼備 林權沒有啦 他沒有獅子的勇猛 也沒有狐狸的聰明 這國民黨會立委給他修理 我們就知道 他沒有辦法修理到的 你敢知道 所以說明明講的是不對的 你沒有辦法他啦 然後在政策方面 一直在亡羊補牢 然後又方法又不是很正確 所以我們真的是很期待 這個領導者要兼具 各方面的條件是不容易的 治果不義啦 治果不義 所以我再次的公開呼籲 我們六星級的市長 應該小英政府應該要考慮 能夠去擔任行政院長的大位 這是為八成為台灣 來設想 這是我真誠的建議 不能再半年過後 民調落到三個幾趴 再半年過後 還要跟馬英九比十八趴 我就分了 比八趴高趴 我們就真的不知道要怎樣 無語問蒼天 好 謝謝下一頁 這個市長要回應嗎 不要 來 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回到我們地方的內政 回到我們地方的內政 等一下我請市長能夠幫我們回應一下 剛剛我真誠的回 因為大家普遍所有的人民都非常的關心 我們真的希望 林權內閣能夠勇於 急流勇退 讓有能力的人去擔任大位 讓有能力的人去擔任大位 市長 還要幫我回應一下 簡單就好 幫我們再回到上一頁 現在 其實 林權利院長 其實如果我們以他過去的經歷 不管是在大學任教 又或者是在台北市財政局長的任內 又或者是在行政院的團隊 主計長 財政部長 或者是看他目前接任行政院長 他其實具備的各種條件 當然 接過去八年的攤子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應該多給林權院長時間跟空間 多給他支持 我們對他有信心 他一定可以越做越好 那我個人目前沒有其他的想法 就是希望能夠把市政做好 如果您能不完成 他還要幫他 他的保護 可是他可以賺錢 那當然 他還有 當事務員 我這樣看 那是 咱們 叔叔 我覺得他們實在是這個 如果我認為小英政府應該會演四英雄 直接拔鎖我們市長直接去擔任行政院長 這是替八成的設想 那麼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國民黨議員同事他們的角度和眼光 香港是特別都不一樣的 我們覺得不需要這樣 我們只是就事情該去回饋 該去謝謝各縣市幫我們台南的事情 該做的事情做得好 這是這樣而已 要表示我們台南人是很有情有意 這是香港不一樣的 所以市長具備很多特質 我要再加一點 要再加一點 要做行政院長的特質 愛個謙虛 這真的是我們希望能夠給林權院長更多的時間 但是可能台灣人民給我們的時間不會那麼長 尤其是小英總統也說過 執政的初期我們沒有蜜月期 這一句話印證了為什麼執政半年多到現在 快速的變化這麼快 因為我們確實沒有蜜月期 支持者都很擔憂 我還是誠懇的做一個呼籲 半年前半年後我的呼籲還是一樣沒有變 這個台灣未來非常的重要 每一步踏出去都非常重要 再加上川普當選之後 美中關係的變化 台日關係的變化 這個位置 都需要有淨口的人去坐這個位 因為未來的政治判斷 政治選擇一步一步錯 就差值千里 李家我還是誠心的建議 這個如果中央能夠重用這個賴市長 那也是我們台南人民的光榮 李家做一個段落 再次的感謝市長的謙虛 好 下一頁 好 我們回到這個地方的內政 這簡單啦 就是局長 農業局局長 這禮拜應該是禮拜一禮拜二 我們省你的預算的時候 那麼就因為你們果菜市場的主管沒有來 結果派一個總部 他對那個不得不了解 大家議員當初跟問 他問三不知 結果局長你說你要搭來 不知道就問你就好了 結果我跟局長問說 現在菜價這個高麗菜一公斤多少 你先跟我說很多董事聽到 你說多少一公斤 六十五塊 對 譬如什麼 一公斤六十 五塊 六十五塊 這樣我聽不懂 我聽這六十塊 我再跟你聽更加 對 一公斤六十五塊 對 雖然這本來是中央應該第一時間要做 那第一時間做了之後 也沒有成效 那第一時間做了之後 剛才有媒體跟我們修理說 我們在做秀 結果 梅基颱風幾月幾號 927 9月27 7月28 對 那到現在 要兩個位 對 你知道菜價多少嗎 今天 今天是橄欖菜 高麗菜 高麗菜 五十六塊 好 我是要跟局長說 我是要跟局長說 我們地方政府也可以做很多事 就像你上次跟我講的 我們也可以開個記者會呼籲 現在菜價 這麼多的東西 我們盡量 我們盡量 去食用比較夠的 夠的 對不對 但是有的人 生理人 要做一道料理 炒的這個菜味道就不一樣啊 當然就去盡量用替代品 我們是可以做呼籲 對 但是我們沒做了 第二 我們的果菜市場 台南的果菜市場 我們能夠叫他上班去努力一下 怎麼樣去平衡這個供給量 未雨籌模啊 風台是每一天都會來的 明年會再來啊 又不是說今年來了 明年颱風不來 對不對 這是考驗局長你的能力 然後我們問的時候 局長說 你不知道就問你對不對 你很有承擔 我會肯定你 但是 你這樣 是不對的 我簡單給你問就好了 這段時間 你敢不想要做一些事情 為了菜價高居不下 其實 其實 台南的一個特性 基本上它蔬菜 是產量比較少 除了 除了 特殊的一個蔬菜 像夏季型的綠竹筍 或者 這個 蘆筍 這一類 另外根莖菜類 大概就是 東 東村期間的一個生產 局長謝謝 我時間有限 對 不要插開話題 我很簡單 對 我是要讓你知道 在議堂的殿堂 回答不要隨便回答 是 下一頁 我真的去做功課 這是最新的資料 對 昨天下午 我不敢跟你 不敢太早 太多天進行 我們用最緊的 昨天下午 我馬上 請人家去把這些 全部拍回來 這都最新的 這是傳統的我們的菜市 對 半斤四十五高麗菜 這是台灣的 換算成公斤是一公斤一百五十塊 一百五十塊 再來 這是大賣場裡面賣 一個在頂好 一個在全年 這是越南進口的高麗菜 一顆八十九 它的公斤數三百二十九克 換算成一公斤是兩百七十元 進口的又越貴 嚇死人 來印尼高麗菜 印尼高麗菜 印尼高麗菜 它是一公斤 換算出來是一百塊 印尼的比較便宜 但是我找不到一公斤 六十五塊還是六十塊的高麗菜 你這一個應該是零售價 你這一個應該是 你這一個應該是零售價 沒有錯 沒有錯 我現在 八十五塊 我去買東西 你告訴我這是零售價 所以我就不要買了 我去買批發價 沒有那個事情 欸 局長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我們消費者 在這一個公需不平穩 就是沒有辦法太高昂的時候 我們要生產 民眾要做一點調整 因為那不可能說 馬上我就有辦法出來 因為它靜下來 一直收 一定要七十天 我問局長說 你有什麼方法嗎 還是你想不到方法 還是過去這兩個月 你覺得這個不重要 不是 我是 這是重要的東西 這不是地方的事情 如果說你要用夜菜類的話 那我們一般來講 短期夜菜類很快就會供應 所以目前來講 所有短期夜菜類都已經當下來了 局長 我跟你說 我說在議會殿堂 不要隨便回 對 你如果回我還要再去做調查 對不對 其實我是很簡單 是要凸顯一個簡單的問題 也順便讓市長看 農業局 真的是有一點鬆散 我告訴局長 你隨便亂答話 下面的幕僚也不夠堅強 對不對 這個東西 風態是特地要來的東西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非常的多 真的 我簡單告假 我現在局長回去 好好想一想 為了你一句話 我到底要不要相信局長的專業 局長在這裡搞完很多同事回答 你的高麗菜 現在目前一公斤六十五塊 我又給你問我一次 其他同事也在看著你也在擠 說 六十五塊 我真的去調查 沒有那個事情 很難受 不是我一直強調這是批發價 我一直強調 因為我對這個菜價的一個問題 我還是經常每一天都注意的 每天注意 但是人民無感 請局長坐下 謝謝你 我是要讓你知道 人民他最希望的感受 有感的東西 跟生活是最貼近的 局長 你要代答 我想我可能要補充一下 謝謝 其實我們局長 許局長不僅僅專業 而且認真負責 帶領的農業局的團隊 其實成績也很好 這可以看從農委會的評鑑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那你今天講的這個高麗菜的菜價 包括蔡英文總統林權院長 還有農委會曹主委 他們都非常關心 所以他們現在處理的方法 就是台北市的果菜公司 應該要發揮他們的功能 這理由很簡單 因為 因為種的地方可能是雲林 可能是嘉義 因為他沒有在台南 然後呢 他批發是在台北市 就只有就是說 負責高麗菜的 不管是生產地或是批發地 他們才有實際上的空間 去解決這個菜價的問題 我們農業局 你也知道嘛 因為你的台南人 你也知道我們其實 並沒有 我們的主要的農產品 主要不是蔬菜類 主要是水果類 如果有的話 就剛剛講的 就是這個竹筍之類的 所以這個事情我是覺得說 要求台南市政府 農業局 去處理高麗菜的這個問題 我想可能 可能會沒有什麼效果 最大的效果還是要 就是目前行政院跟總統府 還有農委會 他們在處理這個方針 如果成功的話 我相信應該是會有效的 簡單跟你說明的 謝謝 謝謝市長 市長幫局長幫忙說 但是 人民還是感受的是 今天中央是民進黨 地方也是民進黨 那麼中央能夠處理到 兩個月的時間 還在高居不下 那麼地方可以做的事情 還是很多 我會覺得說 農業局是一個專業的團隊 那麼他自己做不到的東西 他橫向聯繫 他可以要求各局勢的資源 或者是說 各局勢的各方面的專業的資源 共同的發揮 怎麼樣呼籲也好 怎麼樣能夠深入到 這個整個的供銷 哪裡出問題 沒有錯 我們台南 果菜類的話 是水果居多 菜的那個量是少的 沒有錯 主要的還是 台北這個果菜市場的經銷 那麼但是 來到台南之後 為什麼還是這麼高 我們也不能坐著 被打 我就說 該 針對 這個台北的這個 果菜運銷公司 提出譴責 那也是要做 包括 動員大家 來呼籲 怎麼樣去抵制 我們也是要做 能夠讓 以後讓整個台灣的 這個菜價能夠平衡 我覺得說 我們地方上 可以做的事情 也有很多 所以說 只是 我還是覺得說 農業局 未來 雖然它很專業 但是 這個 人民有感的東西 還是要特別小心 特別要注意 特別要注意 謝謝 市長的一個答覆 那麼我們往下一頁 謝謝 這是 我今天時間不夠 如果不夠 我比較理 這個自由發言的時候 再補充 這個部分 就是 我們一直關心的 三頁公司的整治 那 這個幾年下來 中央地方投入了不少經費 其實我也覺得 稍微有成效 但是偏巧不巧 上次小英總統來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有一點可惜 就是說 小英政府 小英總統只要說一句話 你地方有需要 未來治水的經費有需要 我中央全力給你支持就好了 但是 我也覺得治水有成效 但是 媒體的捕捉那個畫面就是說 啊 現在還在淹水還沒解決的時候 你就在那裡說 這個 在跟我們俄樂說治水有成效 和我正說不一樣 我正說治水有成效 是已經經過事後經歷我們回來看 但是當下那個氛圍 總統這樣講 旁邊沒有料沒拿錢 其實我們要的是 中央大力的支持我們 未來進一步整治的預算嗎 蔡議員補充 不管是蔡總統或是林全院長 來到台南市 關心我們的治水工程 都表達了 剛剛蔡議員 包括林全民院長到仁德的治洪辭 他也表達了 政府應該要請起力量 來解決淵水的問題 如果說淹水的工作沒有因為經費的問題沒有辦法做好 那是政府的恥辱 那蔡英文總統我們安排他去看六塊了 他也指示水利署應該要把經費以緩作擠 然後來做治水的工作 其實這一部分蔡總統跟林院長 對我們台南市的治水都非常支持 那第二個剛剛林議員那個蔡英文提到 我們這幾年來 就是在水利局過去的李局長跟現在的彭局長帶領之下 大家都陸力同心也展現了效果 我想這個不必我在這邊講 剛剛蔡議員也有提到 然後各區其實也都非常明顯的感受 所以總統來到台南其實也是在肯定 水利署的團隊還有台南市治水的團隊 我覺得適時的鼓勵這是應該的 對 謝謝市長 所以我判斷沒有錯 他說市長果然是行政院長的人才 懂得幫我們這個執政團隊做政策辯護 要再講到會會好聽 這是真的啦 不是在把市長幫 那麼來我們往下看這個 等一下等一下再回到這個畫面 上面這個桌子這個桌子 這是當天梅基颱風當天淹水的時候現場拍的 這真的現場拍 這不是水族館是嗎 這真的三爺公司這個桌子 真的有桌子 油過來我們的寓意錄 好 那這個部分的淹水 在這次梅基颱風雨量沒有八八風災多 但是當天晚上 當天晚上的這個接鍋的淹水 確實再過一個接鍋就達到八八風災的程度 所以我們其實很擔心 我們真的很擔心這個是何時能夠處理 那我後來我長期一直追蹤水利局 水利局最近在厚貝寮有一個工程 就是高低落差的這個排水 這樣的一個工程 我也非常的肯定 那之前也一直追蹤 希望能夠趕快完工趕快徹底的解決 我們的這個東區這個部分的一個水患 那我也找這個機會 我哪有市長看一看 這是我跟水利局調的資料 整個厚貝寮 它用的原理就是高低落差 高的水不讓它再排到低處 然後下一頁 利用這個高低落差 譬如說育農一階是 標海拔27.5公尺 育信路16.6 它用標高10公尺的範圍 上面的水都把它拉起來 然後從這裡做一個 目前育信路加已經完成了 已經覆蓋 現在要做這裡打過 踏過蜜蜂式的香港 改成蜜蜂式的香港 踏過那裡到山野公司 利用壓力把水灌下去 這個部分這樣的設計 我也很肯定 我也覺得這會有 可以發揮一定的效果 下一頁 這個是整個淹水的成因 那個 就是蜂式雞嘛 所以一定要喝水 下一頁 利用這樣的高低落差 來解決這個好味料 才喝水的問題 來下一頁 好 所以呢 但是呢 這個淹水整個 灌到山野公司之後 可是發生一個問題 我們進了山野公司的 含水量 是不是能夠足夠承擔 我們合體也加高了 但是我們恐怕未來 還是會看到 隨時逼進滿水位的時候 水在倒的時候要怎樣 我們會很怕 所以我後來看到 水利局也有規劃了 在這個地方設了一個抽水站 希望能夠把這邊的水 徹底的解決 再淹水 再加一個小型的抽水站 但是水淹一堆 也是淹一堆山野公司 你知道嗎 所以我希望水利局回去再想一下 這個方案 目前做的我們都很肯定 我們希望趕快把它完成 我相信對解決水患 有相當大的功能 但是未來如果發生 水量過大 還是溢出了核提案的時候 水會倒下來 你這個才把水流起來 管理水也是倒下來 要怎樣 是不是考慮 寓意路這邊也可以做 小型的排水相寒 順著這個地勢往南帶 繼續往下帶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考慮的機會 或是在這個地方 也能夠做一個小型的抽水站 但是只是排水 再給一分鐘 只是排水不是到山野公西 只是這樣子 因為時間真的非常的有限 我為什麼提出這個 因為這是我們 厚貝寮地區 大家一直很關心 到底何時能夠解決 那事實我們市政府也真的有在做 那這高低落差的供水 也確實真的是能夠發揮這個功效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 萬一水真的是溢出來怎麼辦 有沒有配套 我簡單 簡單 15個節 給你 就是這個工程是內水的治理 那我們現在大概預計是12月底 年底就可以完成 可以完成 但是剛剛講到我們山野西的整治 目前有六標 就是那個萬代橋到祭壇橋 那現在通通都在進行當中 那預計107年全部可以拓寬 加高完成 那更重要就是這個萬代橋的改建 9300多萬 我們已經設計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報到行政院 希望行政院能夠趕快核定 那把最後一個瓶頸再打開 那這樣子整個內外 好 我們非常謝謝參議員的施政總質詢 我們休息到10點30分繼續開會